你见过在零下54度的南极 将果汁倒在雪地上做成了爆冰吗 一群吃货竟然还用勺子挖着吃 真是太疯狂了 我是雨哥 南极远顶平安基地 位于内陆山峰之上 距离海边的昭和基地约1000公里 平均其闻零下54度 海拔约为3800米 连细菌都无法存活 是名副其实的极寒地带 这里生活着7名南极科考队员 闲暇时他们会凑在一起 脱脱麻 研究中国文化 还会扎堆刷具吃零食 南主西村被海上保安厅派遣致辞 负责队员们的饮食与生活起居 每日清晨 他会第一个起床 用交响乐把队员们唤醒 大家陆续走出房间 前往洗手间洗漱 大眼瞪小眼的排队等着上大号 人物一起坐偷 强身健体 这天气象学家小平说 他在检查造水槽时 发现水槽低了25厘米 让大家一定节约用水 用完早餐 队员们穿好保暖衣 带上工具 走出基地开始工作 男主的任务是搬运食材 准备午餐 一个人一年 大概需要消耗一顿食物 基地的食物基本上为冷冻 烘干或灌装三类 因气压过低 水烧到85度就已经沸腾了 所以煮饭只能使用高压锅 男主来南极前 以为这里可以种蔬菜 结果发现只能种豆芽 今天的午饭是饭团 医生心血来潮冲进厨房 让男主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 用大喇叭招呼大家吃午饭 今天的午饭是美味的饭团 还有热腾的猪油汤 招牌菜是北海道原产的贤鲑鱼子 大家听后兴奋地放下手里的活 手脚并用奔回基地 看着大家狼吞虎咽的吃香 男主感到很欣慰 只有负责汽车维修的主人没有就位 男主却给他送饭团 可短短几十米的路程 饭团也将彻底动住了 主人放下手里的漫画 说自己很想回家 窜斗男主与他一起逃亡 男主说自己也想回去玩薄青锅 但现在逃跑就是送死 安慰他再熬两个月 下午1点30 队员们开始了基地最重要的挖冰造水工作 对基地来说最重要的是水 但这里没有水井 只能人为造水 大家把冰雪一箱一箱收集起来 作为造水的原料 头神秘兮兮的找到男主 我刚和昭和基地通电话时 得知上一个考察队 把超大一式海虾留在了这里 没想到大家都长了顺风味 听说有海虾 都兴奋的吵着晚上要吃海虾 男主说一般一式虾 都是用来做刺身 大伙却一致要求油炸 男主说不做刺身轻蒸也行 怎知大家竟然一起喊起了口号 油炸海虾 油炸海虾 男主有个上小学的女儿 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一年前 男主还在家过着 与大女儿抢电视看的闲散生活 不做饭 还挑剔妻子做的炸鸡腿难吃 她的同事陵墓一心想去南极 终于得到了负责基地伙食的机会 却在出发前意外发生了车祸 转天领导强行将去南极的苦差事 派给了男主 根本没有伤着的余地 开饭了 男主将一份份精致的 比人头还在的油炸衣室 瞎摆在桌前 队员们全傻了眼 后悔没有听男主的建议 这么大个儿要怎么吃啊 节期那天 阿剑戴上面具赤裸上身扮成鬼 大家用花生往他身上散 最后还把他驱出了基地 阿剑拼命抬门要进屋 再这样下去 他就真诚冻死鬼了 男主找医生下棋 医生说自己很享受在南极的工作 准备回国后参加铁人三项运动 他觉得在南极这样空气西部的地方锻炼一年 身体肯定会变强 离开时 男主发现厨房的门开着 只见拉面哥与盘正在偷吃拉面 被发现后 两人捐献男主请教 如何消除拉面里的硬心 男主无语地关上了门 阿剑的手动伤了 男主顶气地与小板一起挖掘冰柱 据说这冰柱是从海拔2500米 由30多万年级的鸡犬凝固而成 一口就折1000万日元 男主得知今天是小板生日 想给他做顿好吃的庆生 小板说想吃厚一些的肉 男主再细问 小板却不耐烦了 我们可不是来南极吃白饭的 男主决定做烤肉 可肉块太大 根本没有合适的炊具 于是他把肉的表面刷上油 点着火来烤 衣裳同心未免 举着像火炬一样的烤肉 追着男主到处跑 你追我敢 玩的不亦乐乎 蹦满 大伙围在小板身边 听着他与家人通电话 与他一起庆祝生日 男主切开肉块 看着小板一脸享受的样子 无比欣慰 吃完饭 队员们开心的又唱又跳 小板端着天皮坐到男主身边 问他是否有孩子 男主却下脖子上的锦囊 从中倒出一颗牙齿 这是来之前 我女儿掉的一颗乳牙 小板问男主 夫人赞成你来南极吗 我每次来 家里都会起纷争 但偶尔一些工作只有南极才能完成 这天队员们突然行打棒球 他们把果汁倒在雪地上画圈 吃货的本性 却让他们直接把红圈灯爆兵吃了 之后八个人赤裸上山一起合了影 六月 南极进入了极业时期 基地每天都被黑暗包围着 六月下旬 全世界的基地都会进行中冬季 来庆祝南极的冬至到来 队员们西装革履 坐在桌前边听音乐 边享用南极烹的法国大餐 八月份 基地的拉面被全部吃光了 拉面哥愁肿满面 整个人像只泄了气的皮球 南极安慰他 拉面没有了 螃蟹却有很多 主人没来用餐 南极把包好的螃蟹给他送去 主人却不肯开门 说自己不舒服 大家觉得主人是为躲避工作的中病 小平觉得很不公平 明明大家都辛苦 为什么他就能装定躲清闲 深夜 拉面哥眼泪弯弯的叫向男主 说自己离不开拉面 没有拉面就失去了活着的乐趣 阿剑给女友打电话 发现对方日渐冷淡 最后女友说了实话 他已经一情别恋 写还剩了别人 阿剑心灰意冷走出基地 他很想回家 想去涉骨 刺着小平拉着一箱子挖冰倒水的鸡血 突然抓了狂 他猛敲主人的房门 但屋内没有回应 无意间发现 主人根本没病 他竟一边用珍贵的水洗澡 一边哼着歌 接着主人便上演了裸奔秀 男主追随二人 来到了小本挖冰住的房间劝架 主人不小心拽掉了他的锦囊 那刻被男主 示弱珍宝的女儿乳牙 滑进了一千米的深洞 男主封了门 朝洞中大喊女儿的名字 拉面哥带着主人和小平前去道歉 男主气得不肯开门 当他气消了 走出房间 发现队员们正在厨房奔手奔脚的做饭 这一幕猛炸了 吃着炸鸡腿 男主感动的哭了 大伙一脸懵逼 与哥我就觉得踏实触景生情 想起了妻子做的 一点都不好吃的炸鸡 这一天 大家与本国科技馆进行电话联系 小男孩问队员 那里有企鹅和海豹吗 呃 我们是南极的圆顶基地 离企鹅们住的昭和基地还很远 这里很冷 企鹅们会冻僵的 小男孩很失望 那有什么呢 队员们笑着说 这里有我们 小男孩却并不满意 这次轮到女孩提问了 大家平时都吃什么 队员们让男主来回答 因为视频是单向的 男主看不到提问桌 其实是自己的女儿 只知道对方跟自己女儿一样 都叫有花 有花告诉男主 自从爸爸去外地工作后 妈妈一直打不起精神 男主建议他 学着给妈妈做点吃的 说吃了好吃的 人就会有精神 有花开心的点头答应 小本告诉男主 碱水可以用碳酸钠放入水里 搅拌产生碳酸气体 再放入盐 就会形成和碱水很香的东西 听吧 男主撂下球拍搬向了厨房 一通捣鼓 拉面真的做成了 看着热气腾腾 有闻的拉面 拉面哥只要一口水 迫不及待尝了一口面汤 味道好极了 再调解筋道的拉面 幸福感瞬间爆棚 其他人吃的拉面 也觉得格外满足 就连男主一间的极光 都不想去看了 晚上 阿建把电话打到接线中心 请那位就轻使的女接训员 嫁给自己 女接训员吓得挂断了电话 终于到了回国的这天 男主将刀具收进箱子 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基地 机场中刮掉胡子小本 与妻子女儿团圆了 阿建羞涩地见到了清水姑娘 男主也如愿回到了 妻子与孩子身边 剪短头发 剃了胡子的男主 又变回了那个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叔 不过现在女儿长大了 不再跟他抢电视看 而医生居然真的参加了铁人三项 周末男主一家去游乐场 看到了启卧 妻子说 周末是女儿的生日 打算在家帮女儿庆祝 女儿提议 由身为大师的父亲来做饭 这部电影的名字 叫做南极料理人 今天雨哥在家 看了一群苦中作乐的 可爱大男孩们 当我们在家中 过着悠闲快乐的生活时 还有一群人忍受着艰苦 在背后为我们默默付出的 我们每个人做的 每个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包括在极度寒冷 又荒无人烟的南极 用美食抚慰人心的大厨男主 虽然他只是个普通大厨 但他做的食物 给了人们坚持下去的勇气 让大家每天都有新的期待 我也会努力坚持下去的 不只因为我热爱这个工作 也为了所有喜欢我视频的 所有粉丝们 若能帮你们 在每天劳累工作过后 舒缓一下压力 第二天能精神满满的出发 我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了 大家好 我是雨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 很有趣的冷门喜剧奇幻片 丈夫一罗空 都说人到中年压力大 我们的男主道哥 就是个很好的力道 在建筑公司工作的他 最近越来越感觉力不同心 最近他升职了 这本是好事 但家伙的日子却越来越多了 最重要的工资却不给找 女儿参加演出 老爸却没时间出席 人家离异的 同性恋的 双性恋的父母都出席了 让男主这张老脸往哪搁 忙得色脚筹签就算了 多年家庭主妇的妻子 还在这时提出要去上班 那孩子谁来看 男主被搞得快崩溃了 冲妻子大发脾气 可怜的劳拉独自啜气 男主意识到错误 连连斗欠 却不知该如何解决 这个家庭大难题 这天 男主的工地大发雷霆 借机撒火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白胡子大爷 大爷看到男主压力深大 告诉他 我可以创造奇迹 改变你的生命 男主以为他是心理医生 到他办公室大吐苦水 大爷却说 自己不是心理医生 但他可以帮男主解决实质问题 原来大爷是位遗传学教授 他在去年 成功用无性繁殖技术 复制了另一个自己 只需两个小时 就能帮男主也复制出一个自己 帮他解决分身法术的问题 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想多的事情 这个好啊 那就来吧 教授抽了男主一块血 经过一系列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操作后 成功克隆了一个男主出来 男主醒来后 另一个字节也将出现在床前了 但教授取出了镜子 原来床上的这位才是克隆人 克隆人耳朵后边会标有数字 且克隆人有着男主被复制前的所有感受和记忆 于是男主背着妻子 将穿白衬衫的二号 暂时藏在了堆满杂物的套房 让劳拉知道有两个字节 这还了多 两人决定分工合作 携手共创美好人生 这时妻儿回来了 看着男主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在幕后默默辛勤更衣的二号脸上 闪过一丝落幕 次日清晨 二号神采一的来到公司 将一切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桥 令所有人刮目相看 但没过多久 男主本尊又来了 同事看到另一个他 眼珠的都快瞪出来了 男主编了一堆谎话才糊弄过去 原来哥俩并没有提前沟通好 才闹了这么一出乌龙 这下男主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了 儿子的球赛他自然不能错过 一不小心还抢了教练的分板 回家主动下厨 并让妻子接线了个新工作 劳拉开心坏了 今晚必须要加餐了 孩子们快上床睡觉去 这虽然看上去轻松了很多 实际上却并没有想象着那么容易 如今虽有二后期的工作 却还是要承担起照顾两个大宝的重任 这对于之前从没干过这活的男主来说 还是有点太难了 做饭 洗衣服 接送孩子 还要替他们洗澡 这些家务并不比上班工作轻松多少 男主才干了一个月 就打了退堂股 想让妻子辞掉工作 重新回来主持家务 但媳妇才不干呢 我这新工作做得好好的 马上就要升职加薪了 你又让老娘辞职 门都没有 再看二号 人家男一号买天老婆孩子热坑头 自己却要每天拼死拼活工作 替人卖命 他心里也不平衡 找来公司里的女同事排解寂寞 并打算和他去开房 结果无巧不成电影 哥俩居然碰巧来来的同一家餐厅吃饭 两人用尽一切办法 瞒过妻子与同事 到洗手间商议 男主想与二号转换工作 但二号不同意 我就不是你擦神灯擦出来的 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想的没 得 那这事在意吧 男主准备出去分散妻子注意力 让二号带女同事先走 结果男主出来后 便碰上了女同事 女同事也看到了男主的妻子 俩人只得暂时坐在另一桌壁内 男主失忆二号 过去陪妻子 得令啊 这事二号可太愿意干了 装成男主去找劳拉了 没聊两句 就解决于劳拉坐上了 男主趁机带女同事离开的餐厅 结果没过两天 男主居然又客流了一个自己出来 这位面向中后老师又听话的就是三号 男主想让三号帮忙看孩子做家务 还美其名约 给二号找个伴 实际上是想让别人帮他把活都干了 自己坐向轻浮 经过一番说服教育 二号也只得妥协了 那就二号负责上班工作 三号负责做家务 男主负责每天玩 嗯 想的很不错 生活看上去变得更美好了 男主有了更多时间出去耍 还帮妻子承担起了更多家务 与劳拉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 但麻烦很快又来了 三号作文家务后 顺理成真的与劳拉一起上床睡了觉觉 男主深夜回来后 事情险些春帮 三号说 此睡非比睡 这个睡仍是单纯形容睡觉的状态 并不是动词 男主就觉得自己就是倍率了 警告另两位小弟 除了我这个本子外 你们这些克隆人 禁止和劳拉一起睡 规矩就是规矩 二号三号乖乖同意了 没过两天 二号三号又找了两个卖子 回来开派对 虽然是克隆人 但他俩也是男人 有正常需求 一切都很好理解 可刚把这两个妖精撵走 男主突然发现 套房里咋又多出了一个字 原来二号三号 为了找人替自己干活 又让二号就克隆了一个四号男主出来 但这个四号好像有点弱智 真是黄鼠狼下号的 一窝不如一窝 男主讲告两位兄弟 不选再复制自己了 然而时间一久 劳拉就算再啥也能感觉出来 与他每天相处的男主 并不是同一个人 还以为男主换了人格分裂 而男主想着劳拉坐船一起去玩 劳拉也已经放不下家庭拒绝了 于是男主让 看上去比较老实的三号 扮成自己与妻子相处一天 若劳拉要和他接触 就装程得了传染性肺炎 这样劳拉就不会再靠近他了 就这样 男主独自乘船 随老船长远眉眉眉 一起出海一日游去了 哪知他晕船 整个航程从头吐到尾 而三号还真是听话 为了不让劳拉接近自己 用枕头在床中间画了条线 可劳拉还以为三号就是男主 才不管他得了啥病 在劳拉的强势攻击下 三号最终还是沦陷了 就这样 克隆男主 还是绿了原版男主 而此时 三号去房间觅食时 也撞见了劳拉 在劳拉的主动攻击下 二号也沦陷了 好巧不巧 傻乎乎的四号 也因怕打雷误撞进房间 被劳拉拉进了卧室 结果克隆四号也绿了男主 任我们再回来看男主 他出海后一直带兔 这趟旅程 并没他想象中的美美好 而家里负责工作的二号 被远林的发了勾收 三号决定留四号照顾他 自己替二号去上班 可三号平时只负责家务 建筑生的事根本一窃不通 也不知道工作上的具体情况 只打一次的偷偷去给二号打电话 询问具体情况 你自己干的活自己不知道 别人还以为他嗑了药 被老板炒了鲁鱼 二号气得冲劳拉发脾气 吃了劳拉一耳光 劳拉意识到自己肚子有点过 去找他谈 却不知道这骑蛇是傻瓜四号 说了半天肺腹直言 被四号一句 我想吃披萨 搞得彻底崩溃 一气之下带孩子回了娘家 这时男爪终于回来了 发现三兄弟正腾而皇之的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 几人将家庭的变果告诉了男主 被撒热临环绿的男主 已经气得不知道该说啥了 但通过远四号的谈话 男爪终于了解到了 妻子离开的真正原因 是他忽略了家庭 他决定监工补过 将整栋房子重新装修一遍 这时他很早以前就答应过妻子的事情 于是兄弟四人齐心合力开工了 一切完工后 男主跑去老岳父那里 将妻子接回了家 看到装潢一新的新家 劳拉惊喜不已 这俩实在团美了 美得像人间新旧 男主告的妻子 他想自己创业 从小事情做起 这样就能自由安排时间了 夫妻俩重归于好 而三位克隆兄弟 也决定离开男主家 去外边独自闯荡 这样也就不会再给男主添麻烦了 半年后 男主收到了三位克隆兄弟寄来的明信片 他们合伙在海滩边 开了家名为三兄弟的快餐店 这样既能接触到各种美女辣妹 三个也可以尽情施展她的厨艺 而四号每天做两份工作 早上纵报 其他时间送披萨 真是皆大欢喜 这水部拍摄于1990年的冷门电影 剧情相对简单 却很有意思 饰演男主的麦克基顿 一人分尸四角 可谓相当有挑战 成功速到出了 三位个性鲜明的男主 硬寒二号 老实人三号 约呆瓜四号 观众甚至只通过神情 便能一眼认出每个人是几号 可见麦克对角色的把握上 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我们都有分身乏术的手 你们有没有想过 弄出自己的分身 帮自己去完成工作呢 宇哥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 休假时之所以还感觉惬意 很开心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很辛苦 才想找时间放松自我 若让你天天休假 每天都是玩玩玩 时间久了也会感觉很无趣 甚至失去人家的目标 没有苦 哪知道什么是乐 家我更不用说了 亲手为家人做的晚餐 亲手休息的房屋 甚至只是修理家庭的小物件 或坏者的电器 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圆满足感 都由别人替你做了 这样还有意思吗 陪伴孩子更是如此 也许你现在觉得孩子很闹 很烦 但再过几年 十几年后 你会觉得错过了一段 最美好的时间 与孩子之间朝夕相处的回忆 实在很珍贵 若一切都由别人替代 你会失去一段 今后永远也找不回 培养亲子感情的机会 综上所述 所以先不说这种科隆技术 会不会造成各种伦理上的问题 本身男主科隆自己的初衷 就是错的 你们觉得呢 这位婆婆 因年纪太大 脾气太差 整天得罪人 连家人都嫌弃她 又将她丢到养老员 自生自灭 自暴自己的她 却因一次变果 突然年轻了五十岁 承拨了一位二十岁的 青春美少女 她那直舍的性格 瞬间俘获了一堆小伙的心 连外孙都爱上了她 感悟人生 分享快乐 我是宇哥 今天讲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仍有球比喻女人 十来岁的女孩 就像篮球 没抢到空中的球 男人们个个奋力伸手 三十几岁的女人 就像乒乓球 追着球跑的男人 瞬间骤见 中年女子就像高尔夫球 男人看到球后 总想让她飞得远远的 上了年纪的七十岁老女人 就成了躲避球 在咖啡厅工作的莫顺婆婆 是个脾气很差的老人 当年刚结婚一年 先生便跑去德国工作 死在了工作的矿坑 婆婆独自将孩子拉不大 现在儿子 已是一名国立大学的教授 婆婆将她视为骄傲 逢人变快 老朴 而是从在婆婆家当小公 一直喜欢婆婆 这天 老朴又因为帮婆婆劝架 被打伤了鼻子 婆婆拎了一袋桃子来看望她 这么多年了 都不知道老朴根本就对桃子过敏 婆婆是个碎嘴 每天都唠的个不停 挑剔儿媳妇 这儿做的不好 那儿做的不对 全家除了外孙 音乐达人小之外 其他人都不是很喜欢她 这天儿媳妇突发心脏病 被送去了医院 好在手术很成功 但儿媳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 我实在受不了咱妈了 医生也建议 让病人静养 不能再受到刺激 家人们开始商量 要不要将婆婆送到养老院去 只有外孙小之强烈反对 这次教授老爸却沉默了 婆婆听到了家人们的对话 为了不给家人增添烦恼 她装作若无其事降噪 主动同意了去养老院的议案 蹦满 心情低落的婆婆 独自在街头露泪 无意间瞥见 对面咬间青春周姓馆 橱窗里凹得一贺本的照片 将她吸引了进去 婆婆最喜欢贺本了 决定在这里照张 漂亮一点的遗像 化妆的时候 摄影师大叔不断夸赞婆婆漂亮 年轻时肯定和贺本一样美 婆婆告诉他 我年轻时是远近文明的大美人 歌唱的也很好 差一点就被邀请去当歌手了 摄影师大叔开玩笑的说 我会让您看起来年轻五十岁 但这句话并不是在吹牛 拍照后 婆婆居然真的一下年轻了五十岁 漂亮的刚上车就有不良少年和她搭讪 但她的脾气性格还是和之前一样冲 披头盖脸的将这个不懂得尊敬老人的小伙 狠狠教训了一顿 这时她才发现 自己居然变成了二十岁的青春美少女 女主疯疯活活的跑回去 却发现那间青春照相馆 已经变成了中餐馆 老板娘说我这家饭店开了十年了 这儿从没有什么照相馆 这下可坏菜了 这副模样家是不能回了 一夜未归的女主给家人急得够呛 而此时女主惊喜的发现 年轻了五十岁的自己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还能连绷带替的翻跟斗拿大顶了 既然这是老天给自己重新恢复年纪的机会 那就好好珍惜吧 女主很快弄了个贺本发行 将信用卡刷爆 买了一大堆十上又十毛的服装 老板娘是欺柴又倒水 喂面又喂水 乐得合不拢嘴 捣吃了一份后 跑去老朴家借宿 还给自己寄了个乌斗里的新名字 朴大爷人老爷也花 愣是没认出 这就是年轻时的婆婆 财迷老朴 收了住宿费后 让她住下了 红婶喜欢老朴 见天在咖啡馆里撩涛 妹子费尽心思 这不没了勾引老朴 已六十九岁的她 摇头晃脑扭批批的登台现唱了 在台上继续狂聊老朴 女主在台下看她直奋恶心 二话不说也上了台 悠扬温暖的歌声 听得众人如痴如醉 不但外孙小智听入了谜 还吸引了帅气的电视台制作人小汉 一曲过后 掌声雷动 老朴直接听哭了 这时 女主注意到了台下的外孙 她担心被认出一溜烟跑没影了 剩两个丢了活的人在远中凌乱 邓小智还是在老朴家找到了女主 从不喝酒的她 这次破天花灌了不少酒 那帅气的小眼神 与撩妹神说的情话 简直与女主去世老公一毛一样 七十多岁的女主 被撩得春心荡漾 也为外孙要表白 吓得一屁股站了起来 打住 隔壁练是不对的 但实际上 小智只是想请她去当乐队的主唱 这才松了一口气 干了一杯真露烧酒后 女主豪爽的同意了 但 孙子们 这鬼哭狼嚎的音乐 只听火不了 女主给孙子们 换了一首能真正触及心灵的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只一次 这人明不见精神的乐队 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有了这次成功经历 他们开始到更多 更好的舞台上登台表演 无巧不成电影 这天 韩志作站在地铁上遇到了女主 她一路尾随 跟着一处漆黑小巷 女主早已发现 韩志作在跟随自己 直接就当成了跟踪自己的色情狂 跑到警察叔叔那里喊救命 将小韩抓了起来 通过提款机身的监控录像 警方找到了去取权的女主 认为有人绑架了女主 而且是名惯犯 于是 接着老瓢盯上了女主 这把羊伞 不正是监控中那把吗 偷偷去翻行李 孩子里边发现了婆婆的假牙 看来 这姑娘就是绑架犯无疑了 韩志作这边 乐队去参加选秀时 再次遇到了女主 女主这才知道 她是星探 并不是色情狂 韩志作当即决定 帮乐队出道 女主婆婆 开心地拍着外叔 与其他孙子们的屁屁 这一幕 快把远哥我笑翻了 回老朴家后 发现院子里契合一片 晾衣跟上 还挂着那副假牙 老朴突然鞋子里杀猪 被女主包揍一顿后 绑了起来 老朴十三岁时 失去父母 在女主家做长工 每天望着女主的身眼傻笑 经过不断提示 老朴再认出 眼前之人 并不是神马绑架犯 而是如假包换的年轻女主 两个老乡时 在咖啡厅里 亲亲我我地聊着天 看到这一幕的红婶 眼珠子都快震出来了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老朴当作中间人 来到女主家 让教授和媳妇别担心 先把老妈的信用卡解冻 时机到了娘就回来 红婶跑去找老朴的女儿告状 说 那艘伙为了你家的房产 勾引你家老朴 傻闺女本来不信 但看到老爹 那偏命锻炼的样子 才确认了这事没假 老朴穿着一身皮衣 打扮成小哥哥的样子 去车站接女主 还现实了红玫瑰 载着女主来到了电视台 这次女主的歌声更加动人了 当年她大的肚子 意义不舍的目送爱人远渡国外 却很快收到了死亡的噩耗 独自一人带着年幼多病的儿子 为了孩子吃尽了苦 终于将儿子拉着他 成了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一曲过后 女主煽然泪下 没庆祝演出大祸成功 一行人要去甩上世界闻耍 老朴为了不输给年轻人 偏要玩那个最刺激的海浪来袭 为了女主喝出去了 嘴声场能说要保护女主 结果一个大浪下去 人儿没了 韩志作救了女主 阳光下的小伙帅极了 看到女主住了迷 而老朴这姿势 像极了翻壳的王八 交谈中 女主对韩志作暗生倾诉 这时突然发现 自己的脚刚才受伤流了血 而受伤部位的地方 已经老化成了七十多岁的皮肤 这下她明白了 只要自己流血就会变老 恢复原样 无巧不含聚 老乔女儿看到了这令人误会的一幕 吃了秤妥铁了心 认定女主就是来勾引老爹的 躺在地上一哭二闹三声吊 吓得女主头也不回的颠了 担心女主无处可去 老朴将女主烦老还端的事告诉了教授 说那姑娘即使是你妈 这教授就是教授 表现得沉着又冷静 淡定地接受了这一切 将电话打开了精神病院 韩之作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女主 两人喝着小酒聊着天 气氛越来越暧昧 可韩之作不胜酒力 啥该办的事都没办 没喝多少就倒了 女主拍着乖宝 唱起了摇篮曲 与此同时 孤独的儿媳妇也越来越思念 那个刀子拽豆腐心的婆婆了 之后有一场很重要的演出 小智写的曲子却无法达到要求 韩之作直言 你写的曲子只是按照斗粒的风格模仿 小智自尊心严重受挫 直接撂挑的不干了 女主双切安慰 小智却问 你是不是和韩之作睡了 结果顺理成真地挨了一顿胖豆 女主一边为着外孙吃鸡 一边告诉她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你公私不分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最生气的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有多优秀 小伙听后破题微笑 再次振动起精神 心心满满地开始重新普辞鞋取 看着乐队的合照 教授终于认出 这姑娘果然是我妈呀 朴之作也渐渐陷入爱河 感觉女主身上 有在自己很小就去世的妈妈的味道 朴之作将女主送到医院门口 送了她一只蓝色的精美发甲 还吻了她的额头 是触电的感觉 女主的小心字 砰砰砰地跳个不行 愣了半声 将一颗糖果塞到韩之的手中 休息地进去探望得病的红婶 没想到这个老冤家已经过世了 想到自己的十几年龄 不久后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情 心中思绪万千 终于到了眼珠这天 小只却因堵车被堵到了半路 不能迟到 她下车开了辆共享单车骑行赶路 却出了车祸 听到这个潇潇 女主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医院 她要坚持唱完 让大家听到小只写的歌 虽然少了一人 但这次表演不能搞砸 没了可爱的外缩 女主努力屏住咱们 唱了起来 演出结束后 女主第一时间跑进医院 血库里的血不够了 只有女主的血型和小只一样 女主毫不犹豫地要求献献 老朴将女主拉到眉眼处提醒 你抽完血就会变回原样了 但歌手不是很开心吗 不是还心动了吗 当年女主就是为了儿子付出一切 现在还要为了外孙放弃到手的幸福生活吗 教授也拉住母亲的手 让他快走 小只有自己想办法 以后不要再吃别人丢掉的东西 不要再为了孩子像奴隶一样生活 不要找短命的丈夫 不要生像自己一样不孝的儿子 女主却说 若有来生 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 再苦再来也不会改变 我要继续做你的妈妈 哎 都这会儿了 你俩还有时间在这山情拥抱 就这样 女主盯着帅气的韩志作 被送进了手术室 美梦终于要醒了 一年后 外孙女继承了外婆的唱歌基因 成了新主唱 婆媳之间 虽然还会有小摩擦 但两人的心贴得更近 懂得互相理解了 演出结束后 婆婆一脸神奇的忘了忘窗外的韩志作 韩志作也注意到了她 婆婆头上的发卡 肯定是巧合吧 这天老朴居然也约见了青春照相馆的分店 这次他再次帅气的停到了婆婆面前 头盔写着她 却年轻了五十岁 这小伙贼帅 这次该换成婆婆担心了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奇怪的他》 是一部效忠带来的喜剧片 片中饰演二世的女主的神经 小脸有点胖胖的 她并是那种非常漂亮的韩国美女 却随着剧情推进 渐渐凭借初次的演技 俘获了所有观众 将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形态 模仿得唯妙唯肖 真实又不做作 饰演七十岁女主的老西古 罗文基奶奶的演技 更不必急 几乎挑不出毛病 片中的几段唱歌戏 更为本片增色不少 虽然这部电影 也接成了韩剧三宝 车祸癌症治不好 却依然令人看后十分感动 除去题材比较容易产生 喜剧效果不说 本片主创还领悟到了 拍好一部电影的真谛 母爱与亲情 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话题 但观众们在观影过程中 既有笑声又有泪水 这部电影便成功了一半 若你们能回到年纪的时候 你们最想做些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 美丽的乡村小镇 接连发生怪事 一位大爷居然在电线杆上 待了七天七夜将自己活活渴死 还有一位大叔全身埋进土里 瞪大双眼而亡 另一对老夫妇神秘失踪 家镇的车子竟然整个埋进了土里 这个小镇到底发生了什么 感悟人生 分享快乐 我是宇哥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科幻惊悚片 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某个小镇 我们的男主小把 与胡大叔是镇上的勤大功 二人拿着最低的薪水 干着最脏最累最不受重视的工作 这一天收工的时候 遇上了来这里做研究的第一直系大学生小兰 三年前 学校在这里放置了地震监测设备 她发现备备监测到了很奇怪的读书 怀疑是机器故障了 却没注意到 附近的地面确实出现了异状 一个未知的玩意儿 把地面顶出个大骨包 朝得快速袭来 好得小兰已经驾车离开了 小把与胡大叔 受够了这里的烂工作 下定决心离开小镇 去大城市发展业务 可车开到一半 发现一位大爷坐在电塔上 一动不动 小娃以为他喝高了 上去拉他去发现 大爷已经活活渴死了 人不喝水的话 最多只能活七天 他为什么要在那里待七天 莫非有什么东西追在他爬上去 不让他下来吗 再看另一位大叔 他家的羊群突然抽风 像是在躲着什么 随后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小娃而然路过他家 发现羊全被分尸了 找遍整个区域 发现一只帽子 帽子下竟然是大叔的头 两人以为小镇出了杀人狂 返回去报信 一位修地工人 钻地时钻出一滩番茄匠 地点传来一阵怪叫 钻地界居然自己跑路了 工人被绳子带倒 被拖上了身 随后巨石落下 另一位工人也挂了 镇时的电话坏了 无法报警 村民让小娃而然去城里叫警察来 开走一半时 发现唯一一条出电的路塌方了 随后看到了工人的脑花分结镜 小娃连忙开车醒头 却发现车卡住动不了了 将油门踩到底 才成功发动了车子 返回超市后 发现车轮底下 有些恶心的触手 大家从没见过这样的生物 方才定是他抓住车子 车才动不了的 超市老板花15美元 从两位男主手上买下的这玩意儿 深夜医生夫妇在露天赏月 发电机突然罢工了 上前一瞧 呦喝 发电机咋端土里去了 再然后 发电机突然被什么东西吐了出来 老医生不顾老伴劝阻 执意上前查看 分分钟被拉进地里领了盒饭 阿婆去救 一个恐怖的玩意儿冒了出来 她吓得连忙逃进车里 触手怪没有放弃 拿车泊里登蹦蹦糖田 见车泊里不好吃 居然把整个车都吞进了地下 那么问题来了 阿婆是递几个领盒饭的 店老板生财有道 与怪蛇火影一次三美元 两男主气得肠子都毁清了 激进叔与激进婶 决定用枪杆的对付这些怪兽 与他们硬刚 如今电话坏了 路也断了 只能扣自己了 经过一份生意 众人决定 让两位男主 骑马去城里求援 两人一人两了一支枪 刚想出发 淘气的熊孩子 尖叫的冲了出来 众人吓得哆嗦 确实个恶作剧 激进叔可是差点就开枪了 这熊孩子也太没溜了 俩男主肩负着使命出发了 路过医生夫妇家 本家没找到 却发现了埋在地底的那辆车子 俩人吓得骑马便跑 可马跑到一半时 突然将二人甩了下来 随后 马儿被怪蛇缠了起来 小瓦一枪射得他缩了回去 但随后这玩意儿的 整个大脑袋全伸了出来 原来怪蛇是这怪物的触角 两人射了几枪变头 连枪都扔了 也罢 反正也射不穿他的铁甲 两人跑到泥土地的边缘 跳了过去 怪物因冲离过毛撞破脑袋 居然活活把自己撞死了 这时第一只大学生 我们的女主来了 三人看到了他臭不可闻的巨头 这伙没有眼睛 用触角将人拉回嘴里吃掉 尾巴很长 身上长着尖刺一样的东西 靠他来快速移动 两人准备 将这个本世界最大发现 驮回卖前时 女主居然告诉他们 根据地震遗伤的显示 这附近还有三只 三人连忙逃到了石头上 还好逃得快 不然又被这对恶心的触手猫叨了 小兰推断 这群怪物 是几十亿年前就存在的远古生物 几小时过去了 小蛙想试试它走没走 结果拥来探论的木板 很快成了怪物宝宝的下饭菜 这怪物一定能感受到地面的振动 三人在石头上的一举一动 都被他听得真真切切 三人被困在石头上 就这样互相依偎的睡了一夜 用铲子一试 这怪物居然还在手术带兔 终于理解电信塔上的大爷 为啥不下来了 这时聪明的女主想了个法子 用这堆大木头杆子当撑杆 从一个石头 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去 这样就能避开怪物的攻击了 就这样 三人一铁跳到了女主的卡车上 女主成功解锁新姿势 躺着将车开走了 回到超市 其他村民没见识过这怪物的厉害 认为应该保守治疗 原地不动等待救援 小把却认为 应该尽快离开山谷 去主动求援 这时之前一直在玩狼来了的熊孩子 终于遇到真狼了 可真他妈活该 这时怪兽果然冒头了 所有人慌忙逃进了屋里 大家表心凝神 一动都不敢动 却看到林家女孩正在玩弹簧高桥 小把奋不顾身的冲过去救了他 自己却被困在了车上 这时又来了一只 女主逃跑时 腿被铁丝缠住了 眼看要被怪物吞进肚子里时 小把再次出手 英雄救美 帮女主脱掉裤子 谢谢铁丝 救了他 帮女神涂钥匙 胡大叔这小眼神 实在有点猥琐 好容易回到安全抽势 冰柜发动的声音 再次引来了怪物 之前一直喊着 要给怪物起名的店老板 被吞了进去 怪物又向其他人袭来 几人连忙逃到了屋顶 女主也逃到了橱水罐顶 这时迈出巡逻的激进书 回到了她的地下避难所 激进神热无其事的发动机器 发出巨大声响 怪物很快监察的震动 打着铁也光速向地下避难所冲去 小把通过无线电提醒激进书 怪物朝你去了 怪物很快顶破墙冲了进来 经过一分鸡蛋 激进书成功用它的重武器 干掉了这只不可一世的长蛇巨怪 还剩两只 但剩下的怪物十分狡猾 躲在地底下不露头 重武器也射不穿泥土地 其中一只又去攻击抽势 开始不停拱着后背挖墙脚 一位村民大叔被掀下房车 瞬间吞进了肚子里 聪明的怪物又弄爆了 镇里最后一辆汽车的出台 这时胡子书想到了推土机 有27吨重的推土机 后边能带跨道 怪物绝对顶不起来 它们发动小牵引机 让那无人驾驶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成功引走了长蛇巨怪 小把趁机冲过去 去开推土机 那以后好景不长 牵引机很快翻出了 看来1990年的无人驾驶技术 还不成熟啊 怪物很快再次向小把冲去 为救小把 女主弄断水管 用水流声将怪物吸引到了他那里 小把终于成功 开上了他的大装甲车 将女主等村民们一起接上了车 此时激进书与激进省 自制了血多土炸药 二人带上精良的武器装备上了车 准备舍向岩石区 熊孩子舔着大脸上了药枪 推土机行使得很顺利 眼看要成功抵达山区时 没想到 智升超过的怪物挖了个陷阱 推土机瞬间陷了进去 接近书 丢出一只自制土炸弹 成功吓跑了他 他们决定 再扔一只炸弹吓跑怪物 人物一起冲向那堆大石头 熊孩子 终于如愿得到了一只防身手枪 跑到半岛时 想开枪却发现 枪里根本没子弹 他们终于逃走了大石头上 这怪物依然围着石头转圈 就是不肯走 这棵咋办 激进书开始埋怨小瓦 不该将自己从他的地下堡垒带走 这会儿可不能闹内讧 一筹莫展之时 小瓦又想到一个办法 通过丢石头的方法 引出怪物 再通过钓鱼的方式 抛出隐形炸弹 怪物顺利咬乐 很快炸弹了一只怪物 还剩最后一只 可这只怪物聪明得很 方才同伴也将吃了钓鱼的亏 这家伙急取了教训 咬了耳后 又将炸弹丢了回来 小瓦三人躲避炸弹时 逃到了石头下 怪物就在眼前 其他同伴 连忙制作噪音响眼的过去 怪物仰装离开 却根本没有走 还好小瓦识破了他的羊毛 只剩最后一只炸弹了 小瓦却不舍得用 因为就算吓跑怪物 逃回石头上 也会被困死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抱着炸弹就跑 一口气逃到悬崖边上 点燃炸弹后 扔到了怪物屁股后头 被炸了尾巴的怪物 飞速狂奔 自解冲破悬崖 摔了个稀巴烂 远哥我看着都解气 小瓦成功救了他家 一起回到镇里 换上轮胎 准备再次前往城里去求援 临行前 终于鼓度勇气追上女神 吻了上去 异形魔怪 是一部拍手于1990年的惊悚片 由于年代久远 本篇特效较为粗糙 情节也相对简单 却处处都有幽默元素 不断升级 进化的高智商怪物 也令您嘖嘖称绝 守株带兔 挖墙角 射线角 仰装重计 这玩意儿简直成了精了 但人类毕竟是地球最高智慧物种 与那些让人类角色 一个接一个死掉 让观众尬猜 谁会最后一个领盒犯的 俗套惊悚片不同 这部电影从头到尾 每位人类角色都在用他们的智慧 与怪物斗智斗勇 冲根跳 中武器对决 钓鱼式攻击 诱敌之际 处处充满着智慧 看得出编剧用心了 这部1990年的娱乐惊悚片 欢乐又不俗套 现在重门仍不觉得过时 值得一看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 经典喜剧惊悚片 没看过第一部的朋友 可以去与哥频道找一下 两部之间关联不大 即使没看过 也可以继续看下去 影片发生在墨西哥油田 一位工人为躲避弟子怪虫 从铁管上爬过 人又踩在铁桶上继续掏 但最后还是被急速狂飙的怪虫追上 成功领取了怪虫入口惊悚和饭套餐 镜头再次转回到美国西部小镇 上一部之间的男二号胡子哥 此次成功晋升为男一号 正在和鸵鸟玩老鹰捉小鸡游戏呢 这是墨西哥油田老板 拿着当年的新闻简报来找他 求胡子哥这个美国大英雄 去他们那里帮忙猎怪 杀掉一只怪虫给五万美刀 他们有好多工人被地下怪虫所杀 公司损失坦重 老板已和胡子哥的搭档小瓦谈过 小瓦没同意 如今他也和女神组建家庭 老婆还在热炕头 谁会汤这浑水 胡子哥也不干 再多钱也没小命重要 于是墨老板派出了税客小家 这小伙是天生的乐天派 古董他那三寸不烂之说 一个劲给胡子哥带高帽 夸得当年应有又能干 自己是他的小迷地 灌了一通糖衣炮弹后 男左终于同意接下捕杀帝国的任务 谁让他当年练了那么大功 却几乎根本没赚到钱 之前仍穷困潦倒呢 墨西哥军方愿意提供男主机枪 炸药 以及一切不怪所需的东西 对了 这会还免费送一个人 小家毛髓自剑要当男主的新搭档 也好 二人驾着小车很快开到了墨西哥 墨老板表示 若能活住一只 就给男主双倍赏金十万美元 男主听后气不打一处来 还活住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 但难道看到美丽的女低至学家莉莉后 整个人又恢复了精神 研究提侵时 男主注意到了莉莉拿翘翘的屁屁 而其实莉莉也瞄上了男主性感的屁屁 怪虫聚集在北面十公里外 目前还没有接近炼油厂 这些怪虫是靠听声音不识的 小家自着了一个拴满铁桶的锁链 只有将它挂在货车后头拖着走 乒乓声就能将怪虫引来 一举歼灭 员工在整个地区安装了地震仪 若有怪虫从地下接近 就能从显示屏幕上看到 真是方便多了 第二天一早 两只鱼耳浩浩荡荡的 朝交位的怪虫聚集区出发了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 男主也就被吸引力美女刮了胡子 哎 以后远哥我不能再叫做胡子哥了 但我还是觉得有胡子更帅一点 二人将车开到目的地后放下铁链 小家开起了疯狂飙车模式 二人很快在地震椅上看到 有只怪虫朝这边迅速袭来 二人联盟停车 掘出了秘密武器 遥控小汽车 他们将雷管系在遥控汽车上 让它在地面上来回开动 怪虫很快张开血盆大口 将尾吞进了肚子里 男主按下引爆开关 将怪虫炸上了西天 男主熟练的撑起雨伞 遮挡臭肉鱼 菜鸟小家只顾得乐和 被抢在了一嘴臭肉 嗯味道好极了 之后二人故技重施 用同样的罚子连续引爆 很快将三十万美刀收入囊中 男主打算将挣着的钱 投在国债或定期存款上 被小家爷爷太保守 若用来建游乐场 爷爷爷会赚到盆满钵满 雨伞被风吹走了 得意忘却的小家下跌去捡伞 怪虫突然破土而出 吓得他疯狂窜出了车 这时才注意到 这怪物将铁料咬进了嘴里 车子被他拖得快速向后跑 男主联盟钻尼驾驶是发动车的 但无论踩油门还是刹车 都无法与怪虫的怪力抗衡 车子被怪虫拖着跑 小家用枪朝地面乱射也没求用 怪虫吸取上一步中的教训 将车直接拖到悬崖边 然后停下来转了方向 将车子拖到了一块大石头上 还好货车并没有损坏 但此时地震已显示 有无数只怪虫朝他们这边袭来 原来怪虫是想将二人一网打尽 这么多怪虫可实在不好对付 于是男主拨通了接近叔的电话 这老哥是个军事迷 在家中囤了好多军火 在上一步中 与接近婶的地宝中 射死了一只怪虫 如今接近婶也抛弃了他 大叔正在家闲得发慌呢 一听有射程的机会 连班都没打 立马同意了 地质学家莉莉发现 怪虫身上的化石是全金比因石 这生物比地球出现的还早 这时有一只更加巨大的怪虫 向基地袭来 大家连忙准备武器 严阵以待 这时才知道 原来是接近叔 开着墨西哥军方提供的巨型大卡桌 赶来增援了 只见后车箱里装满了C4 TNT等高爆炸药 还有一系列高精尖枪械武器 这只50口径反坦克步枪 更是牛的一批 全通子弹全部人手打造 这下可有看透了 基近叔与男主 二人分头去东西两边打猎 基近叔这边用的不是遥控车 而是遥控小坦克 加四磅C4炸药 怪虫摇我后 按下的引爆开关 这炸药放的好像有点多了 这时男主二人发现 一只怪虫正在逃离 二人所在的地方 这么大的抖音都不来 莫非这怪虫变得更聪明了 或是在谋划什么阴谋 俩人驱车跟踪他 怪虫突然钻出现了形 吓得二人连忙到车 直接将车开下了山坡 这下可崴泥了 俩人小心翼翼的接近这只怪虫 发现这家伙吐着长大的舌头 发出怪声 不知在干嘛 胆大的小家上前接近 将玩具车放在地面 勾引怪虫 怪虫居然不为所动 啥反应也没有 这时病了 还是吃了不消化的东西 这次小家直接跳过去 弹了他一记脑瓜奔 怪虫坚持打不还手 骂不还手 一片和谐共处的景象 小家很快意识到 二人捉到了一只火的 这下可赚大发了 男主呼叫莉莉 让工程师驾着的货车前来接应 但工程师离这很远 俩人只好原地等待 深夜接近书那边 还在一刻不停歇的捕兽 还有男主二人比起了赛 真是够有瘾的 这些怪物发出了更加惨烈的声音 二人有种不祥的预感 再次上前查看 发现怪虫的肚子破了个大洞 有东西从他肚子里出来了 莫非这怪虫变身 进化成了别的动物 以应对男主三人对他们的抓捕 男主联盟联系基地告知此事 却发现通讯坏了联系不上 此时远处的怪虫传来了同样的惨叫声 看来又咬一只进化了 这日二人看到了工程师的车子 但他突然停了 二人等了许久那边都没有反应 只好冒险抱着地建仪 与装备前去查看 接近后一看 工程师车带的引擎 被什么东西咬了个稀巴烂 找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工程师 但这只有一双手挂在这儿 工程师已经被那玩意儿吃了 下方的两人决定前往训后塔 去找通话机联络外界寻求支援 可二人来到训后才知道 这里已经被怪虫毁了 怪不得通讯设备失灵了呢 这群怪物已经聪明到这种地步了吗 绝望之时 进化后的怪虫出现了 两人紧张的摆好射击子之后 竟看到了一只小恐龙一样的玩意儿 进化后的怪虫不但变小 还会在地面上跑了 它张开头顶上恶心的机关花 好久的朝这边冲来 几人几枪下去射走了它 透顶一看 这玩意儿同样没有眼睛 这时更多怪虫出现了 俩人找到一辆车 疯狂逃离了这个恐怖的地方 再看激进书 他的通讯设备也失灵了 他也有数小时没发现新的怪虫了 疑惑的是 一群进化怪虫 从四面八方袭来 莉莉这边正打算拍酱油哥 去找南州等人 一只怪虫突然出现 咬着酱油哥的大腿 直接送了他盒饭 莉莉连忙关上窗子盒门 躲在墙角色色发抖 终于等到了护花石桌 南左鱼小跟班 几人刚想出发去找激进书 发现又有怪虫 把他们的车引擎啃烂了 男主一枪精准打击 送他去见了颜毛 没了交通工具 几人只得再次躲进了屋 几人推断 一只地下怪虫 能进化出三只长腿怪虫 粗略估计 外边至少有24只长腿怪虫 这时激进书 开着他的冒烟卡车回来了 虽然也是灰头土脸 但他凭借经济的轻法 与精凉武器 干掉了十来只进化怪虫 最牛的是 还抓到了一只活的 真是牛上了天 几人一起动手 将这个恶心的玩意儿 抬进了屋 说不知彻底 还有一只跟着来了 这伙很快驱动他的长蛇 吞食了一大袋吸纸快餐 几人经过一份测试后 得出结论 进化活的怪虫 淘汰了声音感知系统 他头底的机关花触角 能探测人类体热 是个红外装置 他吼叫时 能发出大量热气 靠这个来互相通讯 传递信息 好家伙 居然能进化出 这么高端的武器 厉害了我的虫 但毁坏汽车和通讯塔 是因为他们的热度 以为是食物 看来这群二货 并没有想象着那么粗命 小家试着 给他头外一块快餐 怪虫将他吞进嘴里后 张的大嘴 产生了消化不良反应 然后吐出一大坨 黏糊糊的玩意儿 他竟然生出了一只虫宝宝 他们不需要异性分支 是雌雄同体 吃饱肚子后 就能产下虫宝宝 一生二 二生四 四生八 这繁殖略简直了 这只车库里的怪虫 钻了进来 男主一锤的将他走晕 此时车库里 已经繁殖了一群虫虫 他们将激进出的 吸尺快餐 吃了个精光 三人疯狂出头 门外也守着一群虫虫 小家看到一身门 便钻了进去 进去还才知道 这只是个毛皮房 根本还没进好 今天他们只能用红外改样 那也好办 既然举着门板 挡住身体散发的热量 躲着螃蟹布 躲到了另一个遮蔽屋后 发现前方一排马出 还有一只怪虫 是转我界出场的时候了 这一枪可真过瘾 但几个人走起来知道 这一把子弹射穿了墙 油桶 还有车袋的引擎 这下所有交通工具都挂了 几人前往食物部 可没走解剖就被怪虫发现 几人被迫分散 各自逃到了不同地方 可人的激进书 逃进了铲池的岛头里 怪虫伸着长舌头舔了他半天 好在没舔着他 被堵在房间里的男主 将衣服用开水加热 将他挂到外边 一点点传送出去 引走门口的怪虫 与女主莉莉 一起趁机爬上了油塔 只有可人的激进书 还被困在斗兜里 既然现在哪都去不了 男主只好和女主调起了情 气氛正加时 发现怪虫们 玩起了叠罗汉 眼见他们就要爬上油塔了 真是大大的不妙 激进书急中生事 从斗兜里跳出来 拿自己充当诱饵 将怪虫全部掩进了车库里 然后从后门逃出 锁上后门后 又封上了前门 成功解决了这次大危机 但他们很快便笑不出来了 因为车库里有好多吃的 这些怪虫们 可以饱餐一顿后 疯狂下肚了 男主集中生智 让大家将灭火器 喷到自己身上 降低体温 这样怪虫就看不到自己了 只游到货车那里 拿点炸药出来 就可以把怪虫们炸上天 说干就干 男主很快变成了一只冰人 进口一看 呼 这群坏家伙 在这里闹翻了天 一个个大口朵意 吃得不亦乐乎 而此时 男主身上肝反开始融化了 怪虫已感知到了 他身上的体温 一切怪就着朝他冲来 男主找到炸弹定时器 随便按了几下后 在其他人的帮助下 从窗口逃出的车库 内口是两公尊半 威力十足的极品炸药 几人向远处急速狂奔 四人跑到一处壕沟 就地卧倒 怪虫们终于被炸上了天 一坨坨碎肉 朝他们砸来 四人有惊无险地画起了 这次大危机 如今 胡子哥赚得盆满钵满 又抱得美人归 真是人生最大赢家 哎 好像哪里不对 哦 好像我不能再叫他胡子哥了 《异形魔鬼2》 又名《从地心窜出2》 拍手于1996年 据第一部相隔六年 作为一部怪兽惊悚片 它并没有太多血腥与恐怖画面 并且重新了第一部中的写剧风格 片中配乐也极富写剧色彩 对于看多了重口味血腥片的恐怖迷而言 偶尔欢欢口味 重焖一下这部经典作品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师父老少皆宜 是和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 一起观看的欢乐喜剧片 天才发明家 研究出一种 能克服地心引力的超级果冻橡胶 只要将它涂在任何物体上 物体便会腾空而起 利用它来打篮球 跳得比球单还高 用它来撩闷 带妹的飞上太空约会 简直不能再浪漫 这位脑洞大科的发明家 还会利用这项超级发明 干些什么坏坏的事呢 干我人生分享快乐 我是雨郭 今天带大家重温一部 超级减压的科幻喜剧片 华社们的男主 是一位天才科学发明家 同时也是个生活白痴 他为自己发明了 许许多多先进的智能家电 比如智能早餐机 智能家务机器 与智能机器人微宝 男主所有脑细胞 都用在了科学实验上 总是忘记日常行程 近早 看完微宝提供的行程后 男主欢客的骑着他的小车车 去大学里收客了 男主冲进教室 就开始科幻万有引力知识 完全忽视了面前两位摩擦的表情 直到最后才发现 是自己也走错了教室 如此 马德哈的男主 自然也忘记今天下午六点半 是自己与校长 也就是我们女主的婚礼 此时的女主 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因经济问题 投资人要关闭学校 女主一边忙着学校的事 一边提醒男主 如果再忘记他们的第三次婚礼 那他就死定了 男主家中 魅宝正如痴如醉的看着偶像剧 这呢他也将有了自己的情感 与正常女人无异 男主询问他 魅和对他这隐瞒婚礼形成时 魅宝支支吾吾打不上来 但不用他干预 男主也将被新的实验点的吸引 冲进实验室一阵叼咕 魅宝也坏坏的删掉了婚礼形成的提醒 结果经过一阵骚托作 男主成功将自己的家给炸了 实验室瞬间被夷为平地 正当他以为 自己两人的心血就要白费之时 男主意外发现 自己合成了一种绿色果冻状物质 这造型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雪糕绿舌头 绿舌头构造十分奇妙 能弹能跳能拉丝 还有一些自己的意识 并变换成不同形状 实验成功了 男主开心的要远绿舌头合招式 绿舌头却被闪光刀吓得炸的毛 左飞右弹的飞出了家 飞见父亲连去家里搞的都去 玩了一圈后飞回来 终于被男主捉住了 看着能量十足的绿舌头 男主为他起名飞天发宝 男主做了个仪器 来控制飞天发宝的行动 实验成功后才想起了自己的婚礼 可这事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了 男主再次错过了自己的婚礼 他急痛痛的来到学校找女主道歉 女主被他伤透了心 不愿再搭理他 于是男主偷出实验成果给女主看 他沉迷实验的原因 就是想发明出具有强大能力的化合物 届时就可以把成果卖掉 拯救负债来者的学校 女主看着这团绿色的浆火 咋也不信 艰险这都是男主逃婚的借口 愤然提出了分手 画面转到学校投资人土豪哥家里 土豪哥借款给女主学校 媚的就是逼学校 给儿子打出优异成绩 好让儿子能顺利进入哈佛大学 但正值的男主 给土豪的学大儿子打了最低分 土豪命令两位手下监视男主 找出他的软肋 逼他改成绩 此时男主依然在家 最新研究飞天发宝 他把飞天发宝 做成粉末状语液体 把粉末放进护手中 把护手双图在高尔夫球上后 被赋起来巨大能力的球 直接冲出实验室 给偷看的手下来了个脑瓜奔 接着教授用保龄球做实验 另一名倒霉手下 被保龄球直接砸晕了过去 两个倒霉的 又踩着飞天发宝水飞了出去 随便落在邻居小男孩家窗外 大宝被吓得跑去找爸爸了 男主又改进了飞天发宝 把自己的爱车做成了飞车 兴奋的开着飞车 去找女主证明实验成果 虽然微宝接着晕车的名义 拒绝试驾男主的新车 但还是内部对男主的邀请 一起飞下了天 他们穿大街走小巷 不小心撞到了小男孩窗外的树上 又把大宝下的梅开二度找爸爸去了 男主开车来到九霄云外 被美景震撼的随手关掉了发动机 车子瞬间下坠 一人一击体验了一把跳楼机的快乐后 到达了女主家楼上 男主却在这里 看到了发小插毒男 插毒男是男主同学 毕业后男主一心执行搞发明 留在学校当老师 插毒男却剥剃了男主的发明赚了大钱 现在插毒男又想抢走男主媳妇 他女主约好周次学校篮球比赛 如果自己支持球队胜出的话 女主就要陪他去度假 呸 不用脸 这男主怎么能忍 回头家 没饱看着失恋的男主心疼不已 此时他多希望 自己是个真正的人 他在电脑上堵合出一个美女形象 通过三地投影 慢慢走到男主身边 心疼的抚摸着男主脸颊 想给他来个公主之吻 男主却忽然醒了过来 修红了俩的微薄 急忙关机中睡 随后一脸呜呜的询问男主什么事 原来男主想到了战胜插毒男球队的好办法 他在鞋底喷上飞天喷雾 试跳了一下 可也蹦得比蓝宽还高 轻松完成大罐蓝不是梦 他把涂滴喷上飞天发宝后 再上一层喷漆 这样等喷漆被磨掉后 队员们就能悄无声音的借用飞天喷雾之力了 比赛开始后 男主所在学校球队 完全不是插毒男学校球队的对手 一直被插毒男球队暴虑 土猴哥自然也买了插毒男球队赢 终于到了下半场 队员们斜起的喷漆被磨掉 男主就在手上涂了能量手霜 挨个拍球员们的手语屁 赋予他们力量 比赛开始后 球员们果然一跳三尺钩 打球像开了挂死的 在飞天发宝的助攻下 男主学在球队 终于取得了胜利 插毒男嫌美女度假之谋破灭 可女主仍然不愿原谅男主 冷漠的坐车离开了 职场独异 情场失忆的男主垂头丧气的回到家 对魏宝倾索自己的苦闷 也盗出了自己对女主深深的爱 魏宝把这些都录了下来 他虽然暗虑的男主 但也希望爱人能够幸福 即便所爱之人爱的不是自己 魏宝飞到女主家中 叫醒女主向他播放了录像 看门后 同样深爱男主的女主被瞬间感动 连夜来到男主家 献上了甜蜜的一本 微宝也圆满的离去了 男主开车 再是女主向他展示了飞车 女主建议他 把飞车卖给其他公司筹集资金 正当两人甜蜜蜜时 土豪出现在他家中 看完球才才知道 这些一定是男主的发明 于是来到他家 强买强卖 想要弄走飞天发宝 男主并不想卖给金生 断然拒绝了他 临走时 土豪跟着两个手下 又被落下来的球砸晕了 隔天男女主就把飞车 卖给了福特汽车公司 筹责了资金 土豪哥却指挥手下 趁着夜色来偷飞天发宝 被微宝发现后 他又打伤微宝改头围抢 强行抱走了飞天发宝 男女主回到家后 看到无奈一片狼藉 东西被抢走 微宝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随后彻底也关了机 男主抱着微宝 心疼的落下泪来 还好微宝之前 把系统保存了下来 他还自己给系统做了改进 制作出一个微宝二代微宝贝 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替自己陪伴主人左右 男女主二人 收拾好一切后找到土豪哥 男主表面着答应土豪哥 只要他们投资学校 自己就帮他研究 飞天发宝的使用实验 背地里偷偷操控飞车 来到窗前 此时插足男 也将归由土豪哥回下了 男女主图上飞天护手说 换出了器皿中的飞天发宝 飞天发宝 慢慢爬到主人手里 男主趁机按下遥控器 打开飞出大灯 宝宝被吓得 突然了出去 场面瞬间失控 三人合力解决了所有反派 飞天发宝钻进插足男口中 从他另一个口中飞了出去 看着菊花抱满身的插足男 男女主二人 一脸抱歉地走了出去 男主拯救大学的事 蹬下了新门 男女主也终于如愿以偿 举办了婚礼 不对 这次男主依然没有到场 是他的威宝贝代替他 满成了仪式 男主在家做实验 又把家给炸了 被男主频频折磨的邻居小男孩 中原决定逃离地球 他坐上飞向三万英尺高空的飞机 中原获得了清静 可就当他想看看窗外的风景时 又看到了阴魂不散的男主 习以为真的小男孩 感到心好累 默默地关上了窗子 男女主就这样 坐着飞车前往下围移 幸福的度蜜月去了 哎 不对 这辆车不是卖给福次了吗 你们咋还能继续开呢 《飞天发宝》 是拍摄于1997年的科幻喜剧片 在豆瓣上获得了7.2的不俗成绩 男主罗宾·威廉姆斯 绝对是我们童年的快乐源泉之一 全篇充斥着他的搞笑风格 片中他被科学研究疯狂时 闹出那些小笑话 破坏女主与别人约会时的小窃喜 在球场上 暴击插足男后脑勺时的坏笑 都让远哥忍不住笑出了声 本篇从开始的全自动智能家电 到后面的电车 三地投影等等 距离20多年的时间里 很多高科技设备 都已经慢慢变成现实 进入千家万户 这就是科幻片迷人的原因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宇哥希望有一天 也能实现汽车飞上天的科技 不知道长江7号 是不是借鉴了本篇主角 绿蛇他的形象 这天蒙物QQ弹弹 无比凹击的跳巴西热舞那段 简直蒙翻了 片中除了主角飞天发宝外 我最喜欢背宝这个智能机器人了 他最可爱的地方在于 男主给他做了一个 随时可以表示心情的显示屏 电影中 微宝在各个情景中通过电影 动画 视频来表达情绪 超萌 这应该就是 最早的动态图表情包了吧 我们现在的斗图 在他这儿都是玩剩下的 人家才是斗图鼻祖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开始时微宝 因为自己的私心 向男主隐瞒了婚礼的行程 但后来看到男主痛苦的样子 主动担任助攻 帮情敌与男主复合 这种大爱精神 值得我们真正的人类学习 真正爱一个人 会希望他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而不是因爱生恨 强女的夸虽然解口 但苦涩的味道 会永远留在心中 不如放手去寻找 真正属于自己的甜蜜 你们说呢 我是乙哥 今天介绍一部 豆瓣只有三百多人评服的 冷门恐怖片 影片开始 两名劫匪全服武装 大张旗鼓地冲进珠宝店请接 这哥俩 只定是被套的古民 不然不能被逼成这样 这也太高调了 见玻璃砸不开 穷凶机会的劫匪 直接开进射爆玻璃伸手拿珠宝 一位店员悄悄按下了报警钮 再看另一边 同样是哥俩 不过这哥俩是警察 英俊的男主 远长远的卷发哥 正在街上巡逻的哥俩 接着报警 男主一个帅气的飘移 迅速赶走了珠宝店 门口都守了一帮警察了 俩劫匪还能在里边 淡定地继续装货 远哥我就服这淡定的心态 拿过货后 大摇大摆地从珠宝店 正门出来 当头吃了一枪走 于是一场激烈的警匪 大战开始了 两人嘖嘖称奇的是 这两位劫匪老哥 身上挨了无数枪 却毫发无伤 君还在面不改色 心不笑的和警方对枪 反正这警察倒下一个又一个 眼见警方损失惨重 关键是个男主挺身而出 开着一辆小车 冲向刀枪不误的汉匪 直接见他怼成了肉饼 男主的英勇行为 不但没得到队长的嘉奖 反遭到了批评 只能怪哥俩 平时就不太守规矩 坏孩子就算干了好事 也一样是坏孩子 队长命二人 将剩下的劫匪一起抓进监狱 没被解雇就算万幸了 过去三周内 哥俩已经来接载了六个抢劫犯 有抢银行的 有抢珠宝店的 还有抢金店的 这抢劫犯是穷疯了吗 最近咋那么多呢 于解斐都练过刀枪不误的神功 男主怀疑 他们是同一伙人 这是法医小姐姐莉莉 将二人叫到了情师房 莉莉发现 这具解斐尸体 之前她就解剖过 当时她还拍了照 麦法医却表示 这不可能 一定是莉莉搞错了 但除此之外 莉莉还在尸体的皮肤组织里 发现了一种 名叫黄恩赛座 用于防腐的药物 一定是有人复活了尸体 再让这些活死人去抢劫 男主二人来到制药公司 去查谁买走的药物 公关部主管小兰接待了二人 表示本公司的产品 大多是非厨房药 化妆品 个人卫生用频道 且所有产品在投放市场前 都会进行实验检测 这间是真空房 几秒就能抽干空气 让动物平静迅速的死亡 卷卷借取卫生交易机会 悄悄溜进药材的毒废气品 堆放机 发现这里 放着一个巨大的机器 上边还躺着一个人 翻开黑布后 这名畸形脸的壮汉突然醒了 开始疯狂攻击卷卷 卷卷被迫偷枪还击 听到枪声 公司前台突然偷枪攻击男主 男主将他秒掉后去找卷卷 男主赶来向仇脸专汉开枪 却毫无效果 两人二打一 却没占到半点便宜 男主被撞进真空房 卷卷不小心碰到开棍 关上了房门 这时公司里的某人 按动了抽气按钮 房间中的空气越来越少 而卷卷忙着与壮汉僵尸打架 费半天力气才击倒碰僵尸 赶来救男主 却打不开门 就这样男主开场20分钟 便两了盒饭 卷卷将一切告诉了赶来的粒粒 并将他带到了那个巨大的设备前 经过一番操作后 莉莉推断 这家公司用黄安赛座作为防火劫 用在尸体上 将它们复活 他决定用男主的尸体验证一下推测 一番操作后 男主身上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翻着白眼癫痫了一会儿后 居然真的活了过来 莉莉发现用听诊器听不到男主的心跳 男主不小心被一块玻璃割上血管 山口居然没有流血 这实在有点神奇 这是男主有点无法接受 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 莉莉告诉男主 复活后的副作用 会让你的细胞组织逐渐衰亡 最多还有12个小时 你身体里的所有细胞 会溶解成一种混合物 如今要先搞清 谁是幕后黑手 男主买了只口红 想给自己的死人脸补补妆 这也还不如不图呢 二人逮到了制药公司公关部经理小兰 小兰表示 自己的公司只是个打子儿的 啥也不小得 卷卷在他包里翻到一盒录影带 播放后 里边出现了一个老人 录像播放到一半 两个僵尸杀手突然出现 明显是来杀人灭口的 二人射了他们数枪都没卵用 男主也撤了几发子弹 同样没事 卷卷看他都嫉妒了 男主冲凉盾牌 护送二人头里 将僵尸杀手引到泳池 卷卷攻击小黑僵尸的下盘 却不知小黑练过金钟罩铁不伸 根本吹不动 最终将两个杀手弄进泳池 放电解决了他们 小兰仍然惊成 自己啥也不知道 看表情不像是在说谎 原来 录像之的老人 是小兰的父亲 制药公司就是他开的 他前阵子已经死了 上周小兰 给一个唐人街的中国大叔 发过黄安赛座 小兰的嫌疑还没有解除 二人让他一起去唐人街 走之前又先整理一下仪容仪表 男主发现 自己已经开始脱发了 还在镜子里 看到自己变成了怪物 哎妈 吓我一跳 小兰精二人 带头一家开在唐人街的肉铺 一位屠夫正在杀鸡 对男主的问玄置若网文 还听男主的警官这儿 切成了两半 这时马腰的中国大叔出现了 男主问他马腰干啥 他却悄悄按下一个开关 解动方子的装置 机器发动后 一时间 整个肉铺里的死鸡 死鸭 死猪 死鱼等死肉都活了 死猪突然扑到卷卷身上 一块僵尸肉呼到了男主脸上 死鸭开始攻击小男 三 好容易才摆脱他们 结果冰柜里 一只无头僵尸猪又拱了出来 直接将男主扑到地上 这一幕 污得我没眼看 男主集中生智 打破掉灯模样的复活装置 送这些活蹦乱迹的小动物们 再次归了西 中国大叔跑了 男主二人 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简易复活装置 上面还有一只僵尸鸭子头 真是够了 还找到一张死亡名单 上面列出了最近死的人 这是一份死亡日期名单 三人来到图书馆 发现这些名单上的人都很有钱 死后会留下大笔遗产 看来女主父亲也是受害者 此时男主再有几小时就会沉归沉 土归土 她愈发崩溃 在卷决的鼓励下 勉强振作了起来 莉莉对男主的身体进行一份检查后表示 男主的腐烂比预期还要快 最多还能撑三四个小时了 好消息是 她在制药公司的文件里 找到了可以延长复活周期的程序 但还在测试阶段 男主却拒绝了 表示不想冒险 老哥您都已经死了 还有啥险不敢冒的呢 男主决定与小兰一起去 她父亲老罗的墓地 来到墓地后她知道 原来老罗并不是小兰的父亲 小兰是戒毒时在医院认识的老罗 老罗给她买房又安排工作 这干点认得值啊 男主在灯罩里 发现一行老罗留下的数字 随后回小兰家与卷卷会合 却发现卷卷也两了盒饭 这死法真是没谁了 小兰向男主说了实话 之前她在医院并不是戒毒 而是因为得了绝症 之后被他们复活 原来小兰也和男主一样 是僵尸 男主问她谁是元凶 却看到小兰的手 已在快速腐化 随后连也快速腐来 最后整个人倒在地上 变成了一句枯骨 拜托你把话说完再两盒饭呢 男主被吓得够呛 想给莉莉打电话 这时注意到了电话键上的字母 将她与那车数字对应事后 得到了一个单词 验尸关 男主到停尸房找到了麦法医 指出是麦法医杀了自己和卷卷 并将所有人变成僵尸 他就是幕后主使 指出是老罗的药厂发明了复活机器 麦法医却活埋老罗 占有了这台机器 并收了那些将死的富豪的钱 人偶又杀人灭口 还复活那些罪犯 让他们帮自己抢劫珠宝 大发横台 当男主卷入案件后杀了男主 眼前东窗事发 中国大叔带人制服了男主 并将他靠起来 躲在了救护车里 没想到莉莉也被他们杀了 男主没有放弃 用脚顶开手杀 救护车从坡上滑了下去 然后开始横冲直撞 最终引发了大爆炸 消防人员赶来 男主从尸道里钻出来 炸了尸 骑上摩托 赶某制药公司去逮麦法医 此时 麦法医死而复生的老罗 正在游说一群老罗病残富豪 试图说服这些即将入土的老家伙们 购买复活凑餐 原来老罗并不是清白的 他与麦法医是一丘之合 二人准备将机器弹的尸体复活 给富豪们做演示 此时 男主已经闯了进来 他来到实验室 轻松干掉了一众守卫 麦法医见证 打磕了黑布 原来他方才已经将卷卷复活了 但由于卷卷已经脑子王太久 失去记忆 只听命于麦法医 开耍攻击男主 然而在男主的声声呼唤下 卷卷又恢复了记忆 眼睛自己也无路可退 麦法医竟引赞自尽 男主当然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 操作复活机器 将他复活了两次 麦法医嚎叫着 抱成了一堆碎汁 而后二人一起开枪 毁得了这台 灭灭人下的变态机器 丧尸特警 是一部1988年上映 豆瓣井387人 平复着冷门老电影 因年代久远 这部电影的特效 无法与现在的电影同日而语 但它还是有很多有趣之处 如片中肉铺那段 复活的鸡 鸭子 甚至还有无头猪与肉块 满满的恶搞味道 僵尸与僵尸互舍 谁都打不死谁的剧情 也挺有意思 展现了编剧的脑洞 男主照镜的时 突然变成僵尸 与莉莉突变僵尸那两个镜头 也很惊悚 最近无意中看到了这部电影 决定分享给大家 虽不值得花时间去刷原片 但在无聊时 看看宇哥的十分钟解说 也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 常用点赞支持一下宇哥 给我更多坚持的动力